1950年,四十军军长韩仙楚一马荡仙 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用木帆船渡海解放了海南岛 凭借这一不是战功,1955年,毛主席亲自将它由中将胜为上将 解放海南岛有多显,韩仙楚发挥了什么作用 超级大官,正在为您揭秘 经文失利,解放海南岛蒙上阴影 1949年下半年,第四野战军势如破竹 以翠库拉朽之势,将两广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全部肃清 无路可走的敌人逃到了海南岛,准备依托大海,准备抗争到底 为了尽快解放海南岛,中央定令四野第15兵团进驻雷州半岛 以第40军,42军为主,准备组建渡海兵团,研究渡海作战事宜 由兵团司令员邓华和第12兵团副司令韩仙楚统一指挥 争取在1950年2月前发动海南岛战役 四野一路从长白山打到了中国的最南边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最后一仗了 这是真正的从中国的最北边打到了天涯海角 最后一战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在海上作战,大部分士兵都没有经验 很多士兵都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都是汉牙子 就在这时,前方突然传来了金门岛战役失利的消息 由于种种原因,参与登岛的我军三个团 共计9000余人,全军覆没,无一人幸免 1950年2月,邓华,赖传珠,韩仙楚,叶剑英等人 在广州召开兵团作战会议 邓华在听取了众人的意见后 提出了分批次,偷渡与大规模强渡相结合的 渡海作战方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同时,会议还确定了渡海登陆工具 以改装机翻船为主 渡海作战时间延长到同年6月份 在做好战前准备后 四世军军长韩仙楚 一直对2月份的广州兵团会议 保留着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大量改装机翻船不现实 不如使用木翻船 而且渡海作战的时机 应该放在谷雨前后的一段时间 不能延迟到6月份 为了解决大规模登陆作战需要的船只问题 韩仙楚从一个渔民那里 得知盘踞在北部湾维州岛上的 广东反共自卫军 曾劫持了300多条多维的大船 他派出一个加强团 剿灭了岛上的敌军 成功缴获了300艘木翻船 为了争取大军在谷雨前渡海作战 韩仙楚做了多番努力 甚至立下军令状 最终林彪和毛主席被说服 中央军委修改了渡海作战的事件 精锐云集一场恶战 在确定作战时间时 解放军不仅查阅了很多气象档案和资料 还与当地的老渔民沟通 向他们了解情况 最终作战时间定在了4月16号 四十区预定的登陆地点 是林高东北的复铺港 当天 为了保证能准时起航 各部队提前了两个小时登船 战士们新潮澎湃 斗志昂扬 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可还没等船队出发 天空黑云翻涌 大风呼呼地刮 可惜不是解放军想要的东风 情急之下 韩仙楚找到老船公 询问何时能起东风 老船公看了看 斩钉接铁地说道 天黑以后肯定会起东风 不起东风砍我的脑袋 听到这句话 韩仙楚的眉头舒展了不少 眼下也没其他办法 只能等着 老船公不愧是活气象 夜幕刚刚降临 风向就发生了转变 东风乍起吹得船翻呼呼直响 兵贵神速 指挥部当即下达起航命令 船队浩浩荡荡向海南岛奔袭而去 第一波登陆部队 由四十军六个团 四十三军两个团组成 韩仙楚任总指挥 韩仙楚乘坐一艘改装后的机翻船 与满载2.5万名官兵的500艘木翻船 和少量机翻船一起下海 劈开穷州海下的波涛向着国民党军陆海空三军构筑的立体防线奋勇前进 事后证明 四十架飞机 五十艘舰艇的国民党海空军对千帆进度的解放军部队根本没起到半点拦截作用 渡海部队在韩仙楚指挥下 从雷州半岛起航到成功登陆海南岛 仅仅用了六个半小时 其中多数时间是航行 登陆成功的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充分展现出了凶悍的战斗作风 岛上的国民党军大部分是从大陆溃逃下来的 如何挡得住四野这两只净旅 路上交战仅仅两天 十万国民党军就全线溃败 韩仙楚指挥部队分三路穷追不舍 陆续解放海口 榆林 三亚 见面国民党军3.3万多人 5月1日 四十军119师 四十三军128师 将胜利的军旗插上了海南岛最南端 分别写有天涯海角的两块大青石上 标志着我国第二大岛 海南岛胜利解放 毛主席 晚打两个月 海南岛控成台湾 在海南岛解放后的第二个月 即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两天后 美军汉人介入朝鲜战争 并宣布第七舰队 进驻台湾海峡 后来毛主席在会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邓华时 曾意味深长地说 要是晚打两个月 海南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台湾 毛主席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第一 如果按照原先的作战计划 六月份才发起渡海作战 以美军的实力和一贯的军事战略 势必会派军进入穷州海峡 切断我军的退路 第二 一旦被美军切断后路 我军偷渡登岛的部队 加上穷牙纵队 共三万多人 在美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前后夹击下 将会遭受灭定之灾 第三 一旦失去这次解放海南岛的机会 在美军的支持下 国民党定会将海南岛 变成自己的独立势力范围 韩先楚的战略眼光是多么的独到 提前解放海南岛又是多么的宝贵 韩先楚能够力排众议 坚持自己的想法到最后一刻 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1955年 怀仁堂授贤 军委总部按照韩先楚的资历 你评为中将军衔 毛主席批示 韩有功中进上 这个功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 当年他为海南岛战役 做出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